做我很风骚的江子牙 然后还做我很屌丝的江子牙 最初的角色设定里边 江子牙是蒋国证的 可能这就是牙儿的命吧 对不起他呗 这个认真这题好简单 你没有难一点的吗 我考你一个 我考你一个 难道我是个精致人吗 并不是 毕竟咱就是社畜了 我还得掐饭呢 我当时去中国传闻大学学动画的时候 我是为了追追我女朋友才去考的 你现在这个问题我就听不懂 B站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江杂的导演程腾 很高兴通过哔哩哔哩新访问跟大家见面 哔哩哔哩干杯 和承知名陈腾 姓名陈腾 星座处女座 职业动画人 爱好 爱好很多 爱好漫画吧 最心动的 他就营业 会员试题 以下哪个不属于风声演绎十二金仙 这个认真这题好简单 你没有难一点的吗 我考你一个 B玉顶真人的弟子是谁 B玉顶真人的弟子是杨简 现在大人气角色 后面你们会做杨剑吗 这已经开始采访环境了 正在锐意筹备中 C元始天寸 恭喜你答对了 官方涂槽最为知名 嘉宾一边作画一边回应问题 最近网友举办了江子牙的撞脸大赛 你有注意到吗 我还没看呢 是这几个形象你可以看 李静 我的妈 为什么会有基努里雷斯 他不是外国人吗 怎么还有卷幅呢 因为脸长 因为是骨骼结构 胡哥 妈呀 张鲁依 陈坤 张震 他哪有胡哥 张鲁依和陈坤 张震帅 买真的太抬就江子牙了 您觉得这个里面谁最像 一定要选的话 那我选李静吧 因为至少都是动画人物 次元是一样的 网友都说江叔是精致穷 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他穷但不精致吧 他精致吗 强迫症 强迫症是精致啊 那他挺精致 那我也挺精致 您是厨女座嘛 然后江子牙在联动拜年视频里 非常的强迫症和洁癖 那这个江子牙是您自己的写照吗 我觉得我比江子牙强迫症强 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像我们平常 就是大家因为都在操纵 操作一个软件的那种工程文件嘛 里边的命名啊 文件分类 就是每个人都很不一样 但是在我看就都很乱 然后所以我平常每天工作的间隙 我解压的方式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服务器里 我能去打开别人的工程文件 我就打开别人的工程文件 帮他做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不保存关闭 因为我保存了 他就他就该找不到了 我每天需要干这件事情来解压 这是解压的方式吗 那不然呢 它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效益啊 我觉得这是压力 不不不 这个特别舒服 正片中江子牙也是强迫症吗 其实我们的最初的角色设定里边 江子牙是强迫症的 正片我们最初 其实刚做完的时候 得有100多分钟吧 太长了 然后得剪短嘛 所以我们最后剪到了90分钟 基本上把它生活化的强迫症 连都给剪差不多 当然因为这个角色 他本身是那种 有点我要舍己为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精神上洁癖 肯定是很强的 那当时这个哪吒上映之后 大家的这二创热情都非常的高 尤其是这个B站内 那您觉得江子牙上映之后 站内会有什么类型的二创 现在好像大家挺喜欢四不像的 或者是打姐 可能大家对宠物和大姐姐都会比较喜欢 有网友看到预告里 江子牙在神妖人三界 都不是很受待见 然后就不禁感叹 可能这就是鸭儿的命吧 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当初也不是没有想过这种结局 这种结果当初也不是没想过 可能这就是渣儿的命吧 我看您有养三只猫 然后都说猫是肥宅快乐兽 那您是宅男吗 我是宅 也不是养猫的人就是宅男 但我是宅男 肥宅快乐套餐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您知道有什么吗 肥宅快乐水是可乐 肥宅快乐饼是披萨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肥宅快乐焦 这个我看您很感兴趣 对 肥宅快乐焦也玩的很多 对您来说肥宅快乐焦 可能不只是手办 还包括乐高对吧 您现在还玩乐高吗 回国以后其实玩的少了 主要是这两年太忙了 没时间玩 还有肥宅快乐网 您知道是什么吗 不是你们逼着 你们逼着那会员 我老申请不上 真的 那您是用怎么看肥宅的 就用老婆账户 他是会员 他申请的早 说后来的会员好难申请 我想打赏都很难 那您平时肥宅是看什么内容 主要是看动漫新翻 这样的 然后偶尔如果要是没啥事 看看鬼畜学学剪辑 你们火的那些鬼畜视频 我都看了 平时是追什么翻 比如像Fate那个系列 因为我是Fate的老粉 所以一般都会看 然后之前像什么Powl家 就基本很火的这些都会看 说一下您的创作灵感 就是江子牙在家 看B站弹幕吐槽 可能在看自己的鬼畜视频 然后表现出了爱心 那没辙 他得营业 他不能表现出愤怒 对 画一个表现出愤怒 表现出了爱心和愤怒 请开始你的表演 正式访问 你想知道的都有 哪吒是强调做自己的英雄 然后江子牙也同样给出了一个做自己的神的概念 这爱听核心观念非常的像 都在传达逆天改命 但我相信这个出发点和成像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您可以分享一下 最本质的就是哪吒 他更多的是把自己这个角色聚焦 他是他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战斗 然后江子牙可能更多的是为别人的命运战斗 网友看到预告之后都在说天冒号 我招你惹你了 你又要腻我 是对不起的 预告的片头是一个2D的 大家看到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 正片当中的话 2D和3D是用来做不同的叙事和表现还是怎么样 2D从时间轴上会 从电影的时间轴上会往前 2D讲的是之前发生的事 然后电影讲的是真实时间轴发生的事 2D更像一个传说的那种感觉 这次动画版的江子牙 跟我们以往看的《风神演义》等作品中的江子牙形象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严肃回答 《风神演义》的原著 然后还有咱们看到那些影视剧作品中 大多数情况下江子牙是属于那种比较一个年长的智者 也很聪明 然后比较完美 比较算是出臣的这么一个老神仙的形象 这次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有很刻意的把江子牙去神话 他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当时是周朝的军师 然后后来是齐国的开国君主 然后后来就因为干了很多很牛的事 然后就被后世神话成一个神仙形象 说明他至少有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 所以我们在电影中就想着重探讨这件事情 电影开场的江子牙 他其实就像是传统名书中那样 就一个完美的江子牙 然后开场他要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当然这个整片我们都在讨论 他犯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 他犯了这么一个错误 然后被贬下凡成为了一个人以后 他就会比较像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因为毕竟咱就是社畜了 我还得掐饭呢 我还有好多我的这个顾虑 在做江子牙的时候 我会想把江子牙刻画成一个这样的人 他就像我们周围的朋友啊 同事或者包括我们自己一样 他去扭转他的信念 他去反抗会特别艰难 他整个影片都在努力地往前迈出 那个成为英雄那一步 那这样的人当他最后迈出那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听说江子牙的角色讨论了 有一年之久修改了123个版本 那这些版本之间有什么主要的差别呢 做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我们需要照顾好一个平衡 既让观众觉得不怪 又让观众觉得还有点新鲜感 其实中间我们在探索的这100多版本中 也有魔改的版本 也有把江子牙做得很夸张的版本 然后也有特别写实 就跟历史正传一样的版本 还做过很风骚的江子牙 然后还做过很屌丝的江子牙 总之最后我们找的这个版本 可能是我们觉得一个最好的平衡吧 从现在大家看到的形象当中 有看到这个深宫豹的形象 跟哪吒里有非常大的不同 这一版的深宫豹看起来就非常的憨可爱 那它的性格上是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吗 它肯定有挺多憨可爱 江子牙这个角色吧 它甭管怎样 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闷的人 包括深宫豹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设计出来可以跟它搭起的角色 当然其实我们在做深宫豹的时候 这点上我觉得跟哪吒有点像 就是我们都是从风神原著中 深宫豹原本的性格出版 然后去做调整 包括其实之前我自己在想 深宫豹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都在想可能本质上 它跟哪吒的出发点是同一个深宫豹 只不过后面经历过一些不同的事情 它会变成我们电影中的这个性格 如果深宫豹没有跟江子牙相遇 没有见过江子牙的话 可能它就会变成哪吒中的深宫豹 里面还有一个原创角色小九 那它在电影中的这个作用是什么 搭戏啊 跟主角搭戏啊 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 这个哎呀这个要讲就很剧透哎 嗯我想想啊 我不剧透的说 江子牙他不是这个角色的目标是拯救苍生吗 他在整个电影中一直也在忙活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但是我不能一直跟观众说 我要拯救苍生 我要拯救苍生 苍生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抽象的 所以我们需要对苍生有一个具体的代言人 然后小九就是这个代言人 所以其实江子牙对他做的事情和对他的态度 就是江子牙对苍生的态度 那您希望通过这个电影给大家带去什么思考 很多啦 说一个我自己比较有代入感的吧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学术名词叫认知失调 就是迷茫期 混乱期 可能现代的年轻人 至少像我这样的人 是有点咱们所谓的叫信仰缺失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感到困惑 就会有一点点找不到自己该走的那种道路吧 哇 这话说着好中二 不中二 不中二 不中二吗 不中二 不中二 反正总之我觉得会有那种我们所谓的迷茫期吧 这个东西其实将来的电影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时刻 因为它跟大声哪吒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狮猴子变出来的 它本身可能是在昆仑或者在天庭的这样的一个大体系里面 生活了几百年了 它的信仰其实已经非常的稳定了 但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件 让它的信仰颠覆了 它会经历超大的认知失调 找不到自己接下来的道路 然后这个其实是很迈迟到 我之前自己个人在人生中的几个状态 当然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宣传片的那个slogan里边 我们就说要做自己的神嘛 其实本质上就是说 你要找到你该信仰的东西 其实就是自己 那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个答案 或者说我觉得可以给年轻人说的吧 就是说当你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 可以先选择相信自己 之前看你说这个电影要上映了 然后压力大的都睡不着觉 这也是一个神话体系的第二部曲 哪吒给了你多少压力 咱们客观事实就是 因为哪吒导致这个电影关注度高了嘛 然后大家就会有期待嘛 我是有一个喜欢刷差评的人 就是喜欢刷别人对我的质疑啊 对这个电影的不看好啊什么什么的 这些东西给我很大压力 那你怎么去消化 就靠帮别人整理文件啊 玩玩乐高啊 然后试试眠啊 我在看小说 就看头发一根一根的往屏幕上掉 听说当时这个电影做的时候非常的累 然后你都没有时间洗头 那现在看到的是最精致的你吗 是 刚才其实你说江子牙是精致群 我特想说江子牙哪精致 那都是我们做动画的人帮他精致的 就像你看现在我这一套 难道我是个精致人吗 并不是 看您说每天都在想 怎么把它改得更好看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那现在江子牙已经定型准备上映了 还有什么遗憾吗 很多了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 在电影的最后结尾的时候 其实我们原本设计就是江子牙快被打死了 他进入到了一个主观的虚拟空间中 我们管的一个叫悟道 之前的我们的设计是 江子牙他是以一个神的身份去拯救苍生嘛 但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 他用神的身份还没法完全的理解什么是苍生 你只有变成一个人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苍生 那所以做悟道其实就是让江子牙明白什么是苍生 然后当时我们用异象化的镜头 就是江子牙又回到了他一开始钓鱼的那个小栈桥上 那个地方叫北海 是一个大概十年没有下过雪的地方 然后这时候天上突然开始下去雪 然后每一粒雪花飘到那个水面下面的时候 它不动一下沉底就会变成苍生中的一个角色沉下去 然后无数的雪花就会变成一个一个一个的角色进到水里边 然后摄影机也会跟着这些角色一起钻到水里边 最后它整个水面一个翻转 水面上的那个原本的真实世界变成了一个虚幻世界 水下的才是一个真实世界 然后它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藏生黄黄地上天上升过去 然后会对它说一些话 然后最后融入到云层中 然后它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藏生 然后但是凡是作动画的人 听到我描述这一段就知道这一段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这段最后也确实没有实现之外 听起来好酷哦 导演自己看自己电影的时候全是毛病 我甚至可以很自信地说一句 电影上映之后能对电影调查的问题 几乎超不出我的打击范围 我是做这专业的 这片有啥问题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电影本身就有遗憾的艺术 很多问题它就是在一个最好的平衡点里面 没法去解决或者不该去解决 那你是如何定位降雅的这个受众类型了呢 应该不能说是我自己的定位吧 应该说是我对这个电影受众的一个希望 我会希望它能稍微吸引一点点 年龄大一点点的观众 像我这儿的观众进来 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也有偏见吧 就会觉得中国动画可能蛮多 都是做给小孩子看的 它其实做给像我这样的人看的不多 但当时我一看来看到这个idea 我特别有冲动 就是因为我觉得 哇 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看的 那所以我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我也尽量把它做成一个 我会喜欢看的东西 那我会希望如果要是江东甲 能吸引一点点曾经不看动画的 这些青年人吧 看了就哎呦还挺有意思的 那就挺成功的 《演职员表》里有看到很多 您之前作品中也有出现过的名字 比如说李伟导演 联合导演的李夏 然后王鑫导演也很知名 想知道这次大家是怎么分工的呢 最核心的甭管是故事还是美术上 大家都是一起做的嘛 到具体执行层面的时候 视觉相关的基本上都是老王去carry的 然后我这边是在故事上多一些 李夏会跟我一起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从讲故事相关的 比如像编剧 分镜 剪辑 pervious layout 动画 所有这些 到后面越说越结束 然后伟哥其实更多的是 做一个电影整体的艺术方向的把控 然后另外他因为是二位出身 然后电影中的二位部分都是 维和去亲自介入的 李伟导演是您在中传的时候的老师吗 对 毕设指导老师 然后李夏是您的同学 对 当年这个我刚到中传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那种战无渣 就很弱 因为我当时去中国传媒大学学动画的时候 我是为了追女朋友才去考证明的 我真的不咋看动画 懵懵登登的就考上了 追女朋友不咋看动画 懵懵登登的就考上了 考上了 结果李夏他就属于那种跟踏实量似的 他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画分级了 然后刚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属于全班的神 他属于王者 我当时连青铜都不是 我就是游客 您妻子也是相同专业的对吧 是的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和后来一起去梦工上工作 您之前的短片作品 有跟自己的老婆合作过吗 有啊 有啊 今年日快乐 还有天外有天 都是跟他一起做的 这次江子牙 您老婆有参与吗 没有 他在家 为我受伤的情绪 王兴导演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老王就是在美国认识的 我们在美国上的那个学校 叫南加州大学 他在那儿上一个那种 就是剧作班 因为他本身在报学的时候 他是做艺术 有那个视觉相关的嘛 他想就是多学习一些故事相关的 后来就是我们就都是彼此认识上了 去他家吃饺子啥 我之前看过 你转发过 讲述动画人的一个漫画 就原画人 里面体现的就是你们的真实生活吗 嗯 一部分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真实生活 可能比那个还要再更壮烈 比如像大家一起临近戴的浪啊 大家一起去包干的时候啊 我这么说一个吧 当时我们在做有一个短片叫红领巾侠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就是我跟李夏一起做的 你看过是吧 谢谢 当时是我跟李夏一起做的那个红领巾嘛 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白天还要上课 然后还要作业 然后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每天只有晚上工作 因为我们那个传媒大学下课时间还挺晚的 大概晚上9点下课 然后我们到家以后就开始做 然后做到第二天早上大概5 6点 吃个早点去上课 然后这么持续的一年 上课睡觉嘛 然后持续了一年 才把红领巾这片熬下 每天晚上我们都得听点什么重金属摇滚啊 要不然的话就是会睡着 您之前的这个短片 您刚刚也有提到 红领巾侠今年日快乐 还有天丸有天 其实都没有比较刻意的用台词去刻画人物 那看预告的话 感觉姜子牙也是花不太多的角色 想知道您是不善用台词 还是不是很喜欢用 还是觉得没有必要用台词去 没 做短片的时候是因为找不起陪演员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然后那个姜子牙这个电影中台词非常多 只是姜子牙这个角色台词不多 他旁边有好几个画廊呢 我觉得除了加拿大都是画廊 连四部相都是画廊 《生物报》也是 然后《小九》也是 《九尾》也是 《天尊》也是 都是画廊 您之前是在蒙工厂是什么原因决定回国发展了 当然首先物理原因是当时我在蒙工厂当时作为联合导演嘛 我导的一个影片去冻结了 当时我是可以作为分镜师在那边继续留着的 但是我内心还是可能有很强的倾诉欲吧 我当时去美国工作的初衷就是想去传达一些 我觉得很好的一些中国文化 一些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吧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当时在做一个 做一场戏的时候 情侣关系的两个角色 一起坐在乌亚上看月亮 然后看月亮以后他们有一个对话 当时我跟另一个导演 就我们那个主导演发生的那个分歧 就是他会认为 就美国人的价值观会认为 两个角色对话的时候 必须要眼睛对视彼此 因为你用眼神去交流这个情感嘛 所有的表演都在眼睛这儿 这个是对的 然后包括当时所有的项目里 除了我以外 因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嘛 除了我以外 所有的故事艺术家都觉得是这个方向 但是当时我提出来 因为他们俩其实是两个亚洲人 还挺矜持 我说我觉得他俩不应该看着彼此 他俩应该一起看月亮 然后说话 当时除了我以外 别人都不明白 但是其实我这么跟你说的话 咱们中国人是很好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但是当时像这种东西 就很难的去往下落实 或者即使落实了美国观众 可能也就get不到 那我会发现 真正的想让中国文化 传播到美国大众的心里 不是一个我现在的年龄 或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为了想去完成我这个东西 我可能需要回国吧 听说您当时是那边 第一个这么年轻的就成为导演的华人 首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 这是不完全统计吧 您老婆当时也是跟您一起在美国工作 那您决定要回国家人是支持吗 她挺支持的 当时主要 对当时主要就是 打包乐高回来的时候挺麻烦的 其他的他都挺支持的 之前看你说觉得营业很难 那你有什么很怕会被记者问到的问题 你现在这个问题我就挺怕 怕我下一个问题就问你怕的问题是吗 对啊 就是 没事没有坑 没有坑是吧 就是别 别给我有坑的问题就好 没有没有 对那有坑的问题我都办 那最后一个问题 不是有坑的 这样怎样还会有续集吗 这个问题还没坑呢 电影有彩蛋 彩蛋会解释 那最后麻烦您为这个小电视签一个名字 好 好 签了个名 对象牙的力量 展示签名就好 哦展示签人不展示脸 那我先背一下 江甲的网友 哦不背 地震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 对不起不好意思 然后先把笑笑笑完 好 哈哈哈